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星包太虚是什么 就是什么都过去的 什么都是虚幻的 人间我所有走过的路 我都能包容它 也能够看穿世界万物 它都是虚幻不实的 我想通了 我想明白了 我看穿了 这就叫照见五蕴 皆空 所以就犹如一个草地上是空的 你才能从几百米的地方 你看到几百米厚的地方 一览无余 如果你今天在草地上堆满了杂物 你永远无法看到 这个有色世界的真正境界 我们今天如果不能照见五蕴 就被虚幻所蒙蔽 就会被杂念 杂思维 所利用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杂物堆在草地上 我们一眼看不见几百米以外的任何事物 因为太多的杂物和杂念 把我们的智慧遮住了 让我们离开了我们思维当中 应该拥有的真正的境界 把我们的眼睛蒙蔽了 就看到自己眼前的利益 而没有想到 未来我们应该怎么样 将利益抛去 用真正的善念 善利益去利益众生 所以单单学佛去求未知啊 求神通啊 实际上就是原木求鱼 要改变自己的那种不好的行为 不好的性格 过去所残存在自己内心 要勇于跟自己内心的这种杂念 和这种不理智的世界观 去做斗争 去改变他的本性 让自己脱胎换骨 拥有真正的佛性 那你才是真正能够依靠的 心悟基本佛理 开悟是心开悟 所以要心悟 那么刚刚讲的呢 就是师父跟大家讲了 整个的一个修心的纲领 接下去师父要继续跟大家讲 学佛修心 念经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大家都知道 学佛修心首先要念经 念经要念到心念停止 就是念到你心中没有想念 没有想象 没有想象要念到能念之心和所念之佛 顿时解脱 就是念到后来 我没有去依靠去依赖 我自然而然所产生的念经的心 你连念经的意念都要念到不深 比方说很多人念经 我要念四十九遍礼佛 我要忏悔我某某某的业障 我做错了什么 我再忏悔它 你四十九遍的每一遍 你都是把自己那些不好的事情想一遍 你说你这个经文能干净吗 你今天说我要念礼佛 来消掉我自己身上的业障 我就不去想这些业障 我就把礼佛念好 一心念佛呀 你说这样念出来的经文干净 还是你每一遍脑子里就想着 刚才做错的事情 自己很恶心 这就是心念 所以念经 要连自己念经的意念都不要有 我在念经 我要消掉我的业障 你这样的意念都不要 那你就是回光返照 就是菩萨的光会照到你身上 你当下去觉悟 你清正如来本性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深处的佛性 和你所念的经合二为一了 而不是当中夹杂着 那些你肮脏的 要忏悔的那些理念和事物 这就是学博人常说的 花开见佛 物无声 花开见佛 物就是开悟 无 无声 无声法人 无声 没有生出任何东西 念经要念到 无能念 无所念 我没有为某一件事情念经 这才是念佛的三昧 所以师父今天跟你们讲了 你们可能以后念经会进步很大 有些人为什么念经念 理佛念的满脸都是泪 为什么 他不是在念经啊 他是在想他那些烂事啊 他是在想他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那样 他解除不了啊 他没有悟出佛理 他哪能得到智慧善美啊 所以简单的念经 实际上不简单 念经就是念心 所以你念经要念到 经不在心中 经不在心中 那在哪里啊 在你的 整个的内心当中 还不是在外心 所以心中也在念 嘴巴念心中也在念 所以即使念经了 你的心中要有经啊 你如果嘴巴在念经 心中没有经 那不是一种开悟 不是花开见佛啊 那是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啊 所以要用心 又要心中有经 所以学佛人主张 要打破自己的妄想 你看人活在世界上 都会有妄想 我想要成什么样啊 我几年之后 我愿意成什么样子啊 每天都在想象 一种虚幻的追逐名利地位 一种在人间红尘 让你的境界会荡然无存 会下降得很快 你去看一个追逐名利 追逐这种虚幻的东西的人 他很快地就失去了理智 他的嘴巴会乱骂乱讲 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 他不惜一切手段 所以虚空的世界 在真如佛性面前 会被佛光照得无影无踪 你们想想看 佛陀已经很早就告诉我们 这个整个的宇宙空间 都是虚幻的世界 在这个地球上 更是虚幻的 你找不到一个真的东西 就像人一样 一辈子追求的东西 到最后都不是你的 菩萨慈悲经常 告诉我们 讲在什么处 在什么处 你的心在什么处 你念经要念在什么处 就在哪里 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告诉我们念经 你的心要放在哪里 很多人眼睛一闭 狂念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嘴巴在动 一遍礼佛背得出来 不知道念些什么 你心在哪里 因为只有心能验证你 清正本源的 真如佛性 没有心的念经 是有口无心的 所以念经 实际上要念到 真实如来心 也就是说 我今天念经 我是用心的 这样的话 你就会把你 本来具足的 智慧德能 都会念出来 念完一遍经 要开悟啊 念完一遍经 要知道自己的心在何处啊 念完一遍经 要知道 自己接下来这件事情 应该怎么做 你的智慧德能就出来了 这就是念到后来 要平等性智 大圆尽智 你在人间 做任何事情 你才能妙观察智 你没有智慧 你能观察什么 你什么都看不懂 给你看了也不懂 告诉你的 你也听不懂 所以你要有妙观察智 又有菩萨常住在你的心中 你才能最后 成所作智啊 我们人间 无名的熏燃 无名的熏燃 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望心啊 因为很多人的望心 都是从内心深处 生起的 想不到的事情 都是从内心深处的 哎呀 我最好这件事情 突然之间碰到个好人来 帮我就好了 你看都是从内心深处 生出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比方说 很多人喜欢换房子 哎呀 我这个房子这么差 我最好突然之间有一个人 因为家庭矛盾 啊 能够跟我换房子 多给我点面积 让我房子换得好一点 啊 我能多赚点便宜 他这个望心 是从内心深处深处 因为他是不现实的 然后呢 你的智慧德能呢 就变成了意识 为什么 你认为的聪明 我最好能够跟他房子换了 哎呀 他小一点 我大一点 好 你这样的意识 变成你的意识 然后意识让你生出了 无名妄想 你就觉得 这有什么了 这种人也有的呀 你以为呀 他当房子 他不愿意住 他觉得太空空荡荡 不舒服 他想小一点 温暖一点 你看我们家的房子 这么小 很温暖的 他就会这么想 无名妄想圣主 那么然后妄想让你变成了 妄心在动 哎呀 这种人有吗 开始花钱登报子了 你的妄心的 夫心无名 夫心就是反复的 妄心 妄心是什么 这件事情没有的 你反复的在心中想 可能 可能 即使你们知道 种六合彩 就是这种反复的 无名 夫心 就这个道理 妄心的 妄心无名 就是告诉我们 一件事情 你不停地去想 你在你的意识生成当中 你会认为这是真的 可能的 很多人就说 我买六合彩 我买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我买十年 看看它重不重 那么你心动了 产生了行动 你就不断地去花钱做 那么这就是叫 种其因 还其果 因为你种了这个因 那么你的果呢 就是失望 那么佛教界讲起呢 叫因还果 因还果 那么然后呢 果祭因 因为你没有种到 你又买了 又种这个因了 不可能的 下一次我一定能种上 那么果继续 这个因 果继续这个因 那么你接受到的果 又产生另外的因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跟他吵架 本来应该吵完了 因为上次你欠他了 这次他骂了你了 大家扯平了 下次大家互相 没关系了 但是你又骂他了 那么种下了 又骂他的因 那么你就等着他 下一次再继续骂你 这叫果祭因 然后呢 接受到的果 又产生了另外的因 那么接下来就是因其果 因你种下了 又开始把这个果报生起了 叫因其果 种下的因 产生的果报 所以你不卖账 跟人家再斗 这就是师父跟你们说的 很多人上法庭 赢了 三年的官司终于打赢了 开心啊 对不对 对方又上诉了 你接下来再陪他三年吧 这就是因果报应 所以种下因 一定会产生果报 那么果再还因 盼下来了 这个果 你是胜利了 对方又告你了 告你之后呢 你也告他 然后呢 你胜利了 对方呢 又开始攻击你 因为果报又种下了万恶之因 这就叫因因果果呀 所以我们说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只要你跟别人作恶 他是无穷无尽的烦恼啊 你跟别人只要闹了 就无穷无尽的烦恼 那么在你的意识当中 反复的熏染意识 我一定会赢的 三年都打了 我不怕 我再打三年又怎么样 你反复的熏染 你的意识 让你的意识当中产生虚幻 肯定会赢的 这就虚幻 妄念起了 我怎么打不过他 我的律师现在越打越惊了 妄念引起 自认为对错的过程 自己认为 这个肯定是对的吧 我这么多年打下来了 我不能放弃啊 我一定要赢 那么整个 这种引起妄念 自认为对和错的过程 那么这就是你 第七意识形成的功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